大家好 今天5月8日星期一是5月份第五個交易天 在美股上個星期五大幅度反彈之下 今早股市都是高開的 只不過整個市況都只是一路一路猜球 直至到下午三點後A股收市 才開始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技術上的抽升 先看看第一個指數 今早恒指先是輕輕高開78點 去到20128點 之後有少少拉距 一路低見2081點 還好的就是維穩的買盤不斷湧現 結果市況是一路一路慢慢慢慢升到20266點 之後就一路在整顧不前 直至到三點後A股收市 A股今天上證升了60點 收市之後 開始有些資金就入市了 結果市況終於進一步向上 從而突破了今個月2號的高位 20286點 去到3點15分左右 指數已經一度是上升272點 去到20321點 即技術上是創了5月份的一個新高 簡單來說 現在5月份的形態已經是先低後高 指數是由3號的低位 19538點 升到今天3點15分左右的高位 20321點 簡單來說 波幅暫時已經有783點 首先來說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應該同時出現在4個加月天之內 加上7、8多點的波幅 亦怎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說 只要先低後高的形態不變 恒指是會進一步向上 找今個月的高位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指數現在這一刻 是穩守在250天線 10天 50 以及20天線之上 移動線只是一組是100天線 仍然在上面 暫時來說在2萬0400點 距離現止不是差很遠 我相信要突破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但我想指出 就算指數能夠突破100天線 那一刻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我們都要看成交金額 事實上市一路的成交金額是不夠的 即是說 我就當市稍為技術上 有一點點回升 目標看多少呢 整個4月份的高位 就是17日的20,864 望高少了 就是整個3月份的高位 是3月7日的21,05點 我們先看著這兩個目標 為何不能夠看遠一點 因為市的成交金額真的不夠 如果市要由2萬去到2萬05 再上2萬1或者更加高 成交金額 其實起碼都應該1,400到1,500億 如果你說成交金額還是千億多一點 動力那方面真的有些微中不足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目前來說拉著市場上升的 都仍然是由中資的成份股拉動 包括就是 例如九十一中移動 或者是平保 中人壽 中行、公行、建行這些 當然還有一些 中資類的基建股都做好 凡是中資類的股份 都有國家隊不斷地扶持 翻為傳統藍籌 就暫時原地踏步 新經濟股仍然反覆不前 可能藉著大市稍微回戀 有這麼多技術上的後抽 但這個所謂技術上的後抽 很難成一個大氣候 我自己覺得作為省戶 如果你真的要買一些中資類的股份 中線部署 就不要介意在高位 不過不是叫你全新投入 是分階段慢慢買 你看著低位覺得現在很高的 始終來說就進不了市 事實上我又不覺得中資類的股份 會跌得太多 高台少少反覆 在所難免 好像中移動那樣 去到70元都輕輕反覆到66元 在阻礙水平 之後回到69元 即是說技術上 勢頭仍然有機會向好 只不過部分那邊是會比較慢 大家要留意 大家好 今天是5月8號 星期一是5月份 第五個交易天 股市受到美股上個星期五 大幅度反彈的刺激 今早股市也進一步做好 當然A股今天也出現一個明顯的上升 所以港股今天稍微做好 我覺得也是很應該的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行政指數先高開78點到20128點 曾經一度輕輕反覆而低減2081點 可是問題不大 因為買盤還是不斷的出現 結果整個股市走一步一步上升到下午3點後 已經一度高減20296點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這一分鐘是上升247點 而更重要的就是指數是輕輕升破了 這個二號的高位 20286點 等於說五月份的股市暫時是一個先低後高 指數是從三號的低位 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八點 上升到今天暫時的高位 兩萬零兩百九十六點 等於說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是有758點 可是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 四個交易天之內 還有758點的波幅相對也比較少 所以變成來說 主要先低後高的走勢不變的話 股市還是會進一步往上尋找這個月的高位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股市上個星期已經是回升到 兩百五十跟十天線之上 經過今天的進一步上升 恆振指數已經在進一步收幅 五十跟二十天線 現在只剩下一百天線 大概在兩萬零四百點 還是在上面等待攻破 我覺得股市既然是已經慢慢發展 成為一個先低後高 要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壞的消息出現 股市還是會進一步往上退的 當然目標應該不會在一百天線 反而我覺得只要買本不會退的話 股市是有機會往上挑戰 10月17號的高位 兩萬零八百六十四點 由於成交一直很低迷 所以變成來說 就在動力不配之下 暫時往上看也不敢看得太多 4月份的高位是17號的兩萬零八百六十四點 是後時的 首要的那個左力 再往上看高一點點 就是3月份的高位 等於說是3月7號的高位 兩萬一千零五點 暫時我們的看法 先看看這兩個上網的目標 部學方面就有一點困難 因為直到目前為止 一種中資股份表現還是不錯 像中電信 中移動這些 還有中工件這些幾隻利盈股 當然中元壽跟平保 還有一些基建的股份表現都不錯 反而其他的股份 大部分都是賺顧不前的 尤其是新經濟股份還是彷復而帶遠 所以要是做一個短線炒賣的話 現在真的是有一點困難 第一市場沒有細分 第二就經濟股份雖然是做好 可是那個部分還是比較慢的 所以變成來說就算是買對了 一天兩天可能他的伯父也不會太多 變成來說短線炒賣是有一定的基礎上的困難 反而中線布局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也不能太急 不能一下子全部投放進去 一定有一個心理準備 把投資分階段慢慢做一個布局 當然一眾新經濟股份 暫時來說還是彷復而帶遠 所以我覺得對騰信 爸爸京東還有美團 我們少會觀望 少等一下千萬不要急 反正暫時的氣候也不在他們身上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都會有人歡迎 沒有要訪 沒有要訪 行嗎 使用了